而这二号平民深途在借到狼人打的金水后 表水没有被好人认下惨遭放处 第二夜 狼人落刀四号预言家 女巫JY精准撒毒十号狼美人 使其魅惑无效 预言家查验十一号文韬为好人 形成四号十号双死的局面 第二天白天 二号狼人选择自爆 第三天晚上 狼人落刀七号女巫JY 天亮了 此时 狼人落刀七号女巫JY 场上还剩下六号派新郎 和八号刘晓松两名狼 放逐投票环节 当好人认定八号刘晓松 和九号不易金融 一定有狼的情况下 放逐了八号刘晓松 三夜 狼人落刀一号老人王 行程 白天的放逐环节 好人抗推的打平衡 狼人应该赢了 在扛推位上 九号不吸星 投票结束 法官宣布 一号九号两名玩家死亡 至此 场上还剩下 最后一个平民 十一号温涛 陆夜后 最后一郎 太新了 选择到白痴 五号猪奥雨 天亮了 猎人神秘狗 和十一号温涛 齐心放逐 最后一群狼人 齐心放逐 也太齐心了 天哪 哇好精彩 好精彩好 他那口强啊 不错不错不错 哇 神 好强 王者之战王者之战 王者之战 抓住了 哈哈哈哈 哎呦 不是 知道老子真的好紧张 他妈的他要我表水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看我的妈我出抖了我真的 你的妈 太好了 不是我我就在盘那个 就是百分 一的可能性会不会 从未见过如此神奇了狼人杀局 哈哈哈哈 文涛 当最后一个白天 摘亏睁眼 看到厂商 还剩三个玩家的时候 是什么心情 不是我当然是不明白 为什么厂商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 就是六六号肯定百分之九十九 那张狼吗 但我就担心万一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前面所有的逻辑都是错的 怎么办 就是 而且 情美尔的这个 超粉 对 给狼队友发了一张金水 然后 情美尔的超粉 然后骗我 把铁灰飞给我 因为我觉得就是 正常来讲 如果六号是狼的话 之后他 不应该刀五 对吧 就是 刀五就不是找死了 对 但我就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 那我要不要再去想 那个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所以所以就把身份拍出来 就拿不开了 那这陈子的 那这陈子的 这个 高能预警 真的话 我这点脱力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真的紧张 我出票的时候 我手都在抖 我真的怕他给我几个删出来 那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要把我架在火上靠 你知道吗 给我甩到高压锅上面 给我争一针 我当时候在想 我把我就是 他说出票的时候 他警长归票 然后我他说归票 6号是个新人主播 他也不太会玩 我再看一眼他 哎呀我一看他归的是6号 好好好 手抖了一下 他整的也太刺激了 玩我当时在想 我第五天 我凭什么爱嘎飙水啊 我还是他真的要出我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很痛苦的 而且我还能有感觉 他一直把我当成假想敌 你知道吧 哎呦喂 抖了抖了 颤了你知道吗 颤了 超狠 Go 我还能厉害 人家没懒惰 哪怕 谁啊 不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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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月山的告白气球 感谢 谢谢月山的告白气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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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月山的告白气球 谢谢 谢谢 谢谢月山 谢谢 对,我好像第一次拿女巫啊 还挺好的 只可惜没怎么玩就没了 拿了个女巫没怎么玩就没了 人就没了 感谢小佳佳的超红卡 感谢月山的告白气球 等一下我这个视频还在下载 还要下个7分钟 还要下个7分钟 他这个视频传我今天太骂了 那个6号啊那印象可太深了 那个6号老旗鼓不外套路出牌 他刀人他都有自己的思路的 他不是乱刀 他先把那些打能打得动的给他刀掉 留着那些打不动的先给他们打 对吧很有挑战性 我觉得今天小丛玩的最好吧 因为小丛今天好像都没有什么 特别强神的派 他可能在黑夜里面没有做什么特别多的事情 但是他通过这个对话 每个人发言 呃这个自己的总结 他能非常客观地处理出来的 还真的是 还真的是就非得到那些冷藏匪的 派仙啊该说不说是个善良的女孩 他本来也不是老二杀的主播 在老二杀这一块可能 会有一些比较憨憨的操作 可以理解 就我知道我就是 有的时候比如 我能做到控制比如说 针胶或者是 汗修的情绪下 那耳朵是真控制不住的 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 大家进步都不小 尤其是我们家11号 太精彩了 跟我平时自己玩的狼牙感觉不太一样 嗯但是也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复杂 但是我真的非常快乐 并且很幸运地看到了一些很难得的场面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开心 很值得的一次体验 对感谢栩栩如生的超森卡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感觉这个高奈一期比一比七这个花花花花花 花里胡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水平也还好吧 水平也还好 从明天起 OK 我们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下载完 等一下我下载完 哦四分钟下载完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 还有四分钟啊 就下载完 等一等 复盘一局 复盘一局 我翻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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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真没听出来六十狼啊 我他妈真的没听出来六十狼 我跟你们说 我刚才这盘我当时确实是把六号保了 确实是把六号保了 我说 我好像我原发现说我没听出来五号六号里面是六狼 我应该把六号保了 我真的没听出来 我真的没听出来六号是狼 反正到我那个轮次没听出来的 不是主要哎呀主要感觉不太能够听你知道吗 不太能够因为他的发言太少了就不太能够听出来 我后面会排出来的 我后面肯定会排出六号 但是当时听确实没听出来 你看我也有这种 我也会有这种突然听不出来谁是狼的时候 对吧这个东西也是也是 也会有失误的 也会有失误的 我也没强到就是说一局就能点死亡 不是其实我强到了 但是这局是个意外 那个六号真的听不出来啊 真的 真的是没听出来 人家新手吗 也还可以 我这局主要死的太早了 跪的太早了 拿了女物特别早就会到了 感谢这个 感谢这个顾颜希啊 然后这个七啊 然后这个亭聊 me night song 1526 还有这个啊对的这个超分卡啊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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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一个下完就可以复盘了啊 这个好像只给我一局 我今天只能复盘一局 明天能明天再复盘第二次 明白明天再复盘第二次 然后这周就又过去了 这周过去之后 看看之后要不要复盘个别的 可以周六要是直播的话可以复盘个那个 无灰之城啊 无灰之城 然后 然后 下周 下周 8号晚上 跟他们一块啊 感谢 呼噜噜的火牙一号 感谢感谢感谢 谢谢谢谢 呼噜噜 感谢呼噜噜的火牙一号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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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叫代入你们就肯定能能看得懂 因为我只要第一次叫感谢冲浪WZK的这个魔法书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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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感谢这个呼噜噜的火牙一号 感谢界外名妹的奖杯啊 感谢这个 念狼恋娘 狼恋娘的这个超粉砍啊 感谢菜菜努力工作压的这个火锅 还有感谢 感谢大家的 啊喷是肯定会被喷的 怎么可能不被喷呢 哇哇感谢这个 感谢J爱糖 感谢J爱糖果艾米粒的这个 续费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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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被喷是正常的 感谢瓦儿的能量是感谢瓦儿的火锅 被喷真的是正常的 哎呀来节目哪有不被喷的呀 谁谁谁谁在这种场合都会被喷的 他们都很紧张 好吧就都很紧张 可以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 我第一次录赖曼的时候 也紧张的不行啊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录赖曼的时候 没有他们好的还发挥的 真的我那个时候 感觉是个废物 一拿完就摸脖子 讲道理 确实当时还没有他们 好感谢这个 我有真摸脖子 真摸脖子 那个时候真摸脖子 感谢瓦儿的能量时 哇感谢瓦儿的好多能量时 瓦儿怎么说 想通了 要进群了 进不进群 感谢感谢 感谢因为你可爱的这个 给你看看 爱进不进 就跟我求着你进是真够逗 嘿嘿 行行不进哎呀你你你你你不进算 好吧我也不逼你我也不逼你 哎狗不进来啊 狗不进来啊 好啊这个 简单复盘一下这这一盘啊 直接开始吧 这个学校毕业了 下一步 手 这 最多使用一瓶 狼 这个要放啊 好 好 谢谢李大良的魔法师 等一会儿 我的朋友 我给你一些好东西 这是一个游戏 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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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时 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是说 谁要是笑 要是憋不住 就晚上请客吃饭 奈何批一星一个人就对着腿毛溜 他就蒙对着腿毛说话 太难受了 太难受太难受了 哇感谢感谢感谢我的天哪 感谢感谢 这一外糖果艾米利的虎牙一号 感谢感谢两个虎牙一号 感谢感谢 多谢多谢 这一外糖果艾米利在群里吧 我记得这个爱蒂挺熟的呀 在不在群里呀 我记得是在吧 感谢啊 还要感谢这一外糖果艾米利的又一个魔法书 感谢感谢 如果没在群的话 可以跟防管说一下 如果在群的话 就没关系了好吧 这个板子他们搭配了 先说板子吧 板子作为一个老美人的板子 搭配了一个老流氓 这个板子其实没有这个老流氓 我觉得加的没有什么新意 当时看板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老流氓 这个东西吧 没什么用啊 没什么用 用处不大 意义不大 人守卫配置中的老美人有所屈辱 投票出局游戏即将开始 现在 请各位玩家打开桌上的信封 确认自己的身份 感谢叶小姐的方先生的奖杯 身份已确认完毕 感谢VC的魔法书感谢 4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2号 根据录制时间 中移动 从7号 才是发言 我摸了张语言家 然后我验的是这个5号 是叶沙 为什么验5呢 因为最强大脑 我觉得有点厉害 因为没有没跟5号以前一起玩过 然后 就验出来是个叶沙 这个 不是验家吧 感谢幻山的魔法书感谢 5号是个叶沙呢 然后怎么说景徽留的话 我觉得还是单留一张6 因为上景的人可能不太方便验了 因为我不知道谁跟我汗跳 我就先留个6 因为6号玩家也是第一次一起玩 然后再留个11 因为11号也在景下 就先留后11 验的5号是茶茶 我是预言家我过了 我那个当时 第一次一起玩 然后再留个11吧 反正停吧 我当时是想的 诈个身份 看看5号玩家反应 5号玩家的反应确实像个那个 像个 那个狼 我当时就觉得他像狼 然后就诈了 诈了一下身份 然后像这种游戏里面 诈身份其实是非常 非常普遍的 非常普遍的 然后就 但是有的时候吧 你得分人 因为我拿 我拿预言家的时候 我也吊儿浪浪的发言 所以当天这个诈身份 其实还是可以 我拿预言家确实是吊儿当当的 其他的就 就也没 也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了 因为11号也在景下 就先6 后11 验的5号是茶茶 我是预言家 我过了 8号玩家发言 在第二个位置发言 其实已经收获了很多信息 那7号玩家 起跳了一张预言家牌 给5号发了这张茶茶 但论7号的发言 我觉得是 中规中矩吧 因为他报了 为什么验这个5号的心路历程 然后给出了一个 合理的景辉流 然后这个 但是态度比较平缓 后面还没有 另一个人起跳的情况下 那我不能在这个位置去站边 那盲目的去站边的话 不是一个好人的行为 那我需要听 后这位再有人起跳预言家的发言 包括一会儿要听一下这个 景下5号牌的发言 我才能够去分辨 这个7号牌 到底是不是预言家 那目前 我只能说 哎呀 能力有限 听不出来 我过了 9号玩家 不是 刘老师 这个发言基本上 感觉就像狼了 因为他那个发言 阴阳怪气的 就其实有的时候 一听就感觉 只能听出来 谁像狼 谁像什么好人 什么这种 就一听发言 你他大概就明白了 请发言 8号听不出来 7号 8号跟7号 这么熟能听不出来吗 首先这个上景的格式 上景的这个情况 感觉就是 蒲玉星当天生气了 因为导演组 跟蒲玉星说 让他在玩游戏的时候 也带了那个假头套 你知道吧 但是 蒲玉星不得意 蒲玉星 还是有包袱的 那个假头套 确实不好看 他就给摘了 摘完之后 就这样了 就变成这样了 也挺好的 10号 10号玩家火树老师 想加入我们 火牙六子是吧 我看其他飞行嘉宾 全在景下 但是 7号 我是不太 信7号玩家 会在晚上去 验5号玩家 验一个新玩家 我觉得不是 7号玩家 作为现在狼人家一哥的 这个心胸怀和担当吧 我是这么想的 但往景下发 这个力度的确是很大 我不知道是7号玩家 想敏一下 感谢7号玩家身份 感谢7号的五个告白起跳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是我是觉得 单从这个 感谢7号的告白 这个心路历程上来讲 我觉得7号不一定 来验得到 然后8号这里说 感谢7号 因为还没有 第二个预言家起跳 所以不想去 第七的身份 我觉得 按8号玩家 对7号玩家的了解 这也不太能 是一个 8号玩家能发出来 针对7号玩家能发出来的言 然后7号玩家 刘景辉留的眼里 没有1号玩家 然后 所以7号玩家验人的 如果是7号玩家 真的是运人家 他验了5号 景辉留的是 6号跟11号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 1号玩家不在你的视野里面 然后6号玩家是怎么 一定要放在第一景辉留 这是我觉得 一个是验人的心路历程 我不太认可 然后景辉留 优酷可以看传织 感觉也 也不太自然 这是我对7号玩家 这个 预言家发言的 不太能接受的点吧 然后反正后置位 还有三个玩家吗 听一下后面 听一下后面 但7号玩家这个发言 我暂时觉得 不太能认识 但也有可能后面跳的 比7号玩家还唱 过了 什么意思 什么就比7号玩家还差 我这发言差吗 我妈这 我这 不是这个9号玩家 这个发言 现在确实玩的 比以前厉害点 这个9号 9号确实现在 玩这个狼人杀 比最开始 像第一期第二期厉害点 但确实膨胀 确实膨胀 没法说 但我确实不是原家 他这个位置说的 也确实没有什么毛病 这9号玩家 每次发言 现在哪次发言 不阴阳怪气的 我刚才 没事开着那个手机 我听了听发言 感觉不是 阴阳怪气 我就是阴阳怪气 什么火术 什么的这个 是不是 天哪 10号玩家 请发言 反正如果 后面要是有人 和7号对调 我挺想支持 后面的人的 因为我一开始 在看身份的时候 我就特意观察了一下 几个新来的人 王春玉1号 我反正我觉得 应该是看不住 杀了 所以我就没怎么看他 我观察了一下 5号和6号 6号是看完牌之后 就一直很紧张的 在看四周 我觉得整个人 显得就挺像 我能 我能什么话都说吗 这个复盘 我 哎呀 我不太敢说 你说要是 全是我们这个圈里边的 我也就给 敢说了 这问题 不是我们这个圈的 我不太敢说呀 我怕出事了 这事出了挺大的 比如说 在这个局里边 火树老师 和1号玩家 可能就有一点不对付 好吧 因为 我们在游戏开始之前 我不是 哎呀 肾不好 不是 我不是老上厕所吗 我那个 哦对 我这个在游戏开始之前 我老在那户外直播 当天我这框框打PK呢 PK打完了 我是来厂商最晚的 然后听厂商 就吵起来了 你知道吗 我就听见火树老师 在那喊 他就说 这个 博士后 就不是学位 因为 哎呀 你说 我 我确实也念书少 也不太懂 这些什么 什么硕士 什么博士 什么博士后 这些东西 我也确实 不太懂 我也觉得跟人家 这个差 差得很 很远 哎 也是那种 遥不可及的那种 但是 我就听火树老师 在那喊 说博士后 他不是学位 哎 博士后 他就不是学位 哎呀 然后我就进去了 我就坐那 我也不敢说话 你知道吗 我那天 我那天 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紧张 我就坐那 我就慌 我听 火树老师 就跟别人强调 博士后 不是学位 然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别人 别人在那里话 也都不敢说话 然后 对 好像是这样 后来 感觉 火树老师 这样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 就挺僵的 然后 王春玉也没说话 感谢 鹅大发的魔法书 谢谢 谢谢 鹅大发 感谢 感谢 然后王春玉 坐这也不说话 就在那笑 但是不是那种 普通的笑 是那种比较 蔑视那种笑 也不知道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 最后怎么了 反正火树老师 就一直在强调 博士后不是学位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也听不懂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懂 我是有身份 但是五号 他整个人表现的状态 就是看到牌之后 心情特别的好 所以说我觉得五号 你说验证的五号是狼人 如果有人和七号对他的话 我挺愿意相信 后面的 主要是基于我对五号的观察 我觉得五号更像一个好人一点 气死我了 还有人 还有人说是给我们科普 火树老师没事 给我们科普这个 那不是因为当时有一个人 不长眼 在那说 哎呦火树老师 怎么来了个学位比你还高的呀 哦你也不是最厉害的吧 非得让我说出来呗 就非得让我把这话都告诉你们呗 你们能不能听得懂我说的话 你非得让我说就明白吗 气死我了 我反正是一个好人 我反正我对于五号 我就观察一下五号六号两个人 我觉得 感谢全世界最可爱的怂怂子的 我感谢全世界最可爱的怂怂子的 我先预战编后面的人 过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呃我是 预员江 我第一天查的文涛 他文涛是一个好人 那么 颈夏的牌是 一二五六十一 对吧 有五张牌 那么五号玩家被七号玩家查杀了 我就不会去碰五张牌 十一号玩家呢 是第一天验出来的好人 他是个好人 那么颈夏对我来说只有 一二六三张牌 对不对 那这三张牌里面呢 我得挑一张验一验的 六号进了七的警惠流 我就不动你了 女生嘛 我也不想 我也不太想知道你身份 那么这个一二里面呢 我觉得就是 我挑一张 那么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 挑二号玩家吧 因为我已经验了一个旁边的 就不太想知道左边的 就验一下二号玩家 所以颈辉流第一验呢 是二 然后呢 因为颈夏的人 我已经挑了二了 那么我其实还想 再留一个颈辉流 那有几种流法 第一种呢 就是后面没有发言的三四 但是三四呢 因为都在颈上 我先留一张三 但是我会补一张十号玩家 原因是因为 颈辉流 刘后之为 没有去发言的人 无非是怕自爆嘛 所以我就补一张 风暴大不出的玩家书 就是万一我留三三自爆了 等于少一个颈辉流 所以我都留十 因为十号玩家没有起跳 其实我认为十号玩家发言还可以 所以这个颈辉流 流到你身上 实际上是觉得 万一死了 或者验到你了 颈辉给你 那么前之位的发言呢 就是除了七号玩家 还很跳以外 八号玩家的发言呢 不打七十狼 也差不多自己变狼了 对不对 先排的队啊 不着急 九号玩家呢 从雨风上来看 是向我们站边的 对吧 那就往好人走 十号玩家呢 就是要直接对着干的 也往我们这边走 所以目前呢 听上去的身份呢 也前之位只有七八 对不对 就比较七十汉跳 八不怎么好 然后呢 这个五号要被查杀 暂时进好人 对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 这个板子是有老美人的 老美人呢 很有可能是会 倒勾勾到底的 所以我的井慧流 记住啊 是二三十 好吗 验十是因为 进井慧流后置为 没有发言的人 补一张十 二三十 那么这个金水 为什么去验十一呢 是因为没人能验 今天不太想验阿浦 老玩家也不想验 其他新来的不能动手 对不对 我觉得阿浦 这个既然不验的话 就把文涛验一下 那金水 这是露娜的告白气球 这是露娜 很清晰的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发言 我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我过了 从雨风上来看 是向我们站边的 对吧 那就往四 但是三四呢 因为都在井上 生徒这个发言呢 其实他一张左右 就知道他是预言家了 因为我是当时 一个诈身份的 对吗 我是这 感谢 这是FREA 还是FREA的这个 这个这个 告白气球 这个E是发E的音 还是发I的音啊 感谢 FREA的告白气球 不太会念 感谢感谢感谢 FREA的告白气球 感谢刚才的那个 俄大发的又一本魔法书 发E是吧 F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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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的 太难了 太难了 感谢俄大发的水军 深途 这个暂停 就这价挺好 深途是这样 欢迎西西进入直播 那个 深途是这样的 当他感谢西西的魔法书 谢谢西西的魔法书 那个 深途他一般很爱验新人 发现了吗 因为我们每次来新人的时候 他都男原家 特别喜欢验新人 他一来 我就知道他会验郭文涛 感谢西西的两本魔法书 谢谢西西 谢谢两本魔法书 他 他来的时候 也不是说欺负新人 他是因为可能 对于新人不了解 不了解 他 他对于新人其实不了解 他可能就要去验验 你知道吧 所以对于新人来讲 可能会 会验的比较多 你知道吧 哎 别别别 也没有什么 验嘉宾蹭热度这种东西 其实没有 也可能是吧 也可能是吧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 从来还真是啊 他验的人 好像都还是那种挺有 那个的 好吧 感谢 感谢这个温柔的 1500多个粉丝票 多谢多谢 然后 你们看到 深途这块手表了吗 深途其实是我们里面最有钱的 好吧 老力士 叫什么 绿水鬼 看了吗 这表是真的 能不能少给他送点礼物以后 他是我们这里面最有钱的 真的 少给他送礼物吧 他真的有钱 好吧 我最穷 感谢鹅大发的钞票枪 好吧 真的有钱 我连表都没有 表都没有 就合着七跳了 我还是个狼 玩儿给我丢了个茶沙 你还是个冤家 你手上还摸了个精髓 你那精髓信不信你的 还是回事呢 你还怕我自爆 我感觉你真的不自量力 真的不得想象什么蛇气 他跟我说 他要我自爆 真的黑老子一跳 真的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了 他是不是对自己的发言水平 不是咋的啊兄弟 回家一个月 对自己的发言水平 产生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自信了 你感觉现在进步了 不管是汉条还是冤家 我是狼 只要是你的对立面 我都害怕了 12是不是我听五聊吧 我景上我听六二龙像狼 真的 我当时听八九时 我认为九项好人 十次子最项狼 都是个八号 八号再跟我说 他说七号玩家 透露我很多信息 然后结尾给我来一句 我不知道 我就认为这就是个狼人 滑水狼 八号是个滑水狼 十二叔是个预言家呢 我认为我听五的发言吧 因为这个十二 他莫名其妙的那股自信吧 让我有点难以判断 他还要喊我之报 你景下能不能告诉我 为啥呀 最近这一个月经历了什么呀 这你其他的发言 我都不去探究了 主要是那一段发言 你给我的感觉 让我有点困惑 你把我给拦住了 我就过了 我没怎么在边 我如果说从七十二 我反而偏信于十二一点 过了 四号玩家发言 其实你们以后看这个节目 感谢朱迪的魔法书 感谢感谢 你们看这个节目 其实可以比较注意状态 其实你们看这个节目 你要想断这个 丧尔就腿毛和神秘狗的身份 其实比较简单 你就分析他到底 分析他到底是这个 什么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就可以 他们状态起的高劲好人 状态低一些呢 就有可能不是 你知道吗 感谢Kiki的这个小资本 我觉得十二号 这属于典型的前面节目放了被喷傻了 这算你轻功诚了导演 所以今天发言确实好了很多啊 又能想得到怕后面狼自爆 又能想到井下要留谁留谁 发言非常的棒 肯定是个铁狼 他与人家发言凭啥这么好啊 真的 他凭什么愚言家发言能这么好啊 我跟他录了第五级嘎的来了 就没见过一次愚言家能有这种发言的 那不就是狼吗 我真知道什么时候会在乎那些弹幕说他发言差啊 那肯定是不会改变自己风格的一个玩家 头很铁 头肯定非常铁 比如他盯着一个人验 肯定是一验再验 他那管你这个人验过了不能验了 他说为什么没验久 因为之前验过了 那铁狼啊 你之前验过的你验多少遍你都要验人家 人家都被你验自闭了 那瑞塔你还记得吗 你还不验 那这不是铁狼 这五十二就打包了 就一起上路了 我觉得九号玩家是狼啊 因为九号说 七号玩家验五号很奇怪 说七号玩家如果是冤家 第一天验五号很怪 那七号玩家是狼 第一天去推五号不更怪吗 人家心来 对吧 所以九号玩家说这个这点 我觉得九特别像狼 我觉得八还好吧 八号人家还满像好人的 反而这个三更像狼 你这个三号玩家在聊什么 十二号都被你打飞了 你这打他那打他不好 结果你要信十二 你再给我讲故事呢 你这个三五两个狼 把我四号玩家夹得死死的 我就跟七走了 我觉得十二发言好 得是个狼 七号玩家发言差 得是个愿家 就十二号玩家 愿家不能发言这么好 所以他铁狼 在面七过了 腿毛是属于这一季的 我觉得他在搞笑方面 已经超越狗哥了 说实话 有一说一 他有点结合了神秘狗 和懂到的那个滋味 就是他不但结合一些搞笑 他还结合一些迷之自信 他是 他这个效果其实做的挺好的 他这一季整体的这个效果 做的真不错 还没放拍到那期 那期不知道为什么没放 那期 大灰狼那期没放的吧 上一期好没放吧 就可能你们还没还没看到 就是我也我也不读 也不剧透了 他的这个效果 其实我觉得在搞笑方面 是超越狗哥了 他发挥的好不好 其实无所谓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请退水的玩家 在三秒后举手示意 三 二 一 请举手 退水的玩家有 三号 四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仍在井上的玩家是 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自动当选井长 请十二号玩家佩戴井辉 飞带好了 不用动 移过来 昨夜视频安夜 请井长选择井左或井右发言 王老师先发言吧 请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让我这个不是老狼人家 狼人家 狼人杀玩家的人先发言 很危险啊 因为我可能也没有什么信息提供 我只能从我比较熟的人上下手 蒲依馨刚刚稍稍的针对了我 在刚刚的一轮发言中 只有蒲依馨稍稍的针对了我 他说 为什么七号刚刚说自己 验了五号 查查了五号 给的井辉留 我记得这个人 我想起他了 哦操我想起他了 我录名学的时候 他是不是有一期是女巫 是不是有一期是女巫 我把他点出来了 这个王春玉 小朋友 他是属于防备心里特别强的一个玩家 他是 他是防备心特别特别强的一位玩家 就是 嗯 你跟他玩狼人杀 你不要 你不要去打他 你一旦有一轮打他了 你觉得他不好 他会记住你的 并且他会 并且他会拿这一点 整局 他都看你是有问题的 我记起他了 我记起他了 博士后博士后 我当时录名学的 我还想 哎 这个博士后玩狼人杀 怎么是这 不是 就这个方式 你知道吧 那他是一个 比较 比较那种 有防备心的小朋友 呃 也不 这个也不叫记仇 就是 他是会 记住 每个人对他评价 感谢汤汤 啊 感谢汤汤的魔法书 感谢 感谢汤汤的魔法书 他是有这种防备心在的 呃 所以在玩狼杀的时候 哦 我没说他不好啊 我只是说他防备心比较强 感谢小K的魔法书 感谢 感谢小K的魔法书 是这样 哦 知道人家博士后 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也都给出了 为什么没有管一号 蒲一星拿到牌之后 哦 虽然不擅长闽挂箱 但蒲一星拿到牌之后 我们俩四目相对了一下 我感觉蒲一星那个眼睛在找狼 所以我多少 虽然你给我 虽然你给我丢了一个小小的水包 但是我觉得也许 你的身份在我这儿 我反倒觉得你还算是OK 因为我觉得 以之前跟你为数不多的游戏之中 我发现 你如果拿到的是狼人牌的话 你不会那么机敏地看别人的反应 所以这就是我以德抱怨的发言 然后呢 刚刚四号 刚刚四号说 觉得十二号发言太好 太认真了 然后觉得八比较好 九比较坏 现在既然七号退水了 那我也姑且认 十二号就是原家 那四号在我这身份是不做好的 而且也印证了刚刚我初步的判断 就是你刚刚说九号是不好的 我暂时觉得九号不可能 身份不是很低 你觉得八号是好的 我觉得八号就是一个滑水的狼 所以现在我在仅有的这一点信息之中 我会多关注些四号 而我本人就是一个好人的卡 所以我在刚刚的这一轮之中 我没有什么别的信息 好 发言结束 他这个发言其实还挺舒服的 首先一号玩家 他的发言是比较多的 他其实发言的这个 他会比较有条理的 把自己怎么想的说出来 这类玩家就比较好容易 好容易被别人判断身份 就是他怎么想的 为什么他都说的特别明白 明明白白的 但其实玩狼杀不应该这样 就 就是你不能让别人太看透你 但是一号玩家这个发言呢 听起来确实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他发言挺舒服的 虽然说 我没觉得声音好听啊 我只觉得舒服 就让人别 就是因为他发言呢 有点类似KS那种感觉 但是他发言没有KS那么快 他比较慢 他的发言比较慢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反正我听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虽然说 结果一般都是错的 但是整体来讲 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舒服 当然对错无所谓 二号玩家发言 然后我先讲一下 我不太了解 口牙六子有什么恩怨啊 因为从他们刚才六个人的发言 其实对我们这些 陌生玩家而言 就是参考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九号在聊状态 十二号发言很好 却被你们打成 发言好却不值得信任的人 但我作为二号玩家 我刚才本来上井 是想投你十二号一票的 因为我不懂你们的恩怨 但是我懂你把我放到了 第一警惠流里 我需要一个警惠流 去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我不担心你验我 那我在看不懂情况的情况 看不懂发言的情况下 我尊重游戏的核心逻辑就是 我觉得他把我放到 第一警惠流里 我只可能站错队 但我跟他不可能共编 因为如果你们认为他是狼 然后我一个狼跟他冲票 站到一起去了 那我觉得我有点冲动 他如果是个好人 我如果是个倒垢狼 我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地 去表现自己 所以我跟十二号 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 且他把我放到第一警惠流里 所以我想投他 然后我很困惑的就是 九号的发言 其实在我这边听到 有点奇怪 是他虽然没有说 要站队谁或者怎么样 但他其实是软踩了七号 并且他踩七号的理由 在我听来是 对好人意义不大的 是你认为八号七号 你们的状态不对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人玩狼人杀 他的责任应该在于 给好人提供更多信息 但你们的信息只供内部交流 外部刚才听起来真的是 毫无就是可参照的感觉 比如说你说 七号眼里没有这个一号 所以你觉得七号警惠流不好 但我作为一个新人 进入到这个局 我觉得七号眼里有一号 和有十一号 没有什么区别 他为什么必须要有一号 而不能有十一号呢 这件事情在我这边看来 我是想不通的 可能是我的能力问题 然后三号的发言 等会儿你就再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十二号发言这么好 你不认了 对吧 我觉得这是内部恩怨 我觉得你可以普及一下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一起玩游戏的人 所以我现在还是站十二号的边 然后相信十一号金水 我自己不怕焰 有真人运 就你的警惠流不改也可以 然后我的发言就这样 过了 这个人发言也挺好 说实话 他应该是当时给我 就是火牙给我的 嘉宾名单推荐 就是奇葩说的变手 然后我不看奇葩说 但是我觉得他的发言的这种 这种感觉是要比小黑和染高明 好像更容易被人接受 反正更容易被我接受 所以感觉也还不错 这一期 我其实我首先 我不是说攻击六号玩家 我没有攻击六号玩家的意思 因为六号玩家 就是你们观众也要分清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 也不是说观众自己想来 就是说也不是嘉宾自己想来 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 他必须得来 他又恰好没有办法做功课 不管这些东西怎么说 他确实是来了 来了的话 确实是 就这么一个六号玩家 确实有点 本来这个 这个整个局里面 其实一个挺高的 但就感觉把这个东西 弄得稍微垮了点 确实有点遗憾 换个别人 换个别的 换个别的长得好看的女孩 比如说 反水啊 圈圈啊 这种 那算了 那还是六号吧 就当我没说 没说没说 特别是我们接着看的 嗯 三号玩家请发言 我得跟你腿毛说一下啊 狼北人这张牌不能拍刀的 这铁臂狼北人 这个真的是聊的真的是 浮言乱语 真的七一放手的时候 咋太自信了很多 你知道吧 我坐他旁边 我能够感受到 他那种散发出来的自信 这铁臂狼北人 你打个比方 你总归在四七里面 都有狼吧 这个四只要开眼告诉我 这个七八好人 什么这这那那 打我是狼 他不就是想打这个场上里面 狠一点的角色 玩人把他给毫无出去吗 不可能吃毒 好吧 我跟你说 你跟你说 但我提前得告诉你啊 狼北人这张牌 不能说什么自爆 为啥呀 因为自爆是带不走那张人的 你昨晚上连的谁呀 连了个狠角色吧 这什么牌子 拍刀毛 别乱拍刀 哎呀 兄弟很大 锦上十二发言好 铁院家 我跟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锦上十二发言好 我要打他 因为他说 后置位的牌 这个三可能自爆 这个人 录了五级嘎的来 我跟他 只要他在这局 我都在 他是好人 我是狼 他能被我吹出水 他是狼人 我是好人 我也吹他 就跟你锦上 你感觉 哎九号为什么 莫名其妙的去打那个棋 就 啊 习惯 一种缘分 嗯 对 怎么在 这怎么还聊起来了 他还跟我对话 对了 赶紧警告一下啊 不如说话啊 呃 我认为这个 是个狼北人 是一定是个狼 他是个狼北人 那棋是不是个狼 那再说吧 那可能 井上打这个八 如果说啊 要么就这个四 保这个八 八可能真是个好人 因为井上我要去信这个十二的 他来打我 就证明第一 我是信对了 如果七是个好人的话 他 那个位置 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今天去 主力输出他 把他给抬出去 那他腿毛太坏了 井上风也风雨 也嚣张坏了 拿了一张牌 不得了了 了不得了 啊 是吧 这是什么 还记得我们开局之前 哈哈哈哈哈哈 开局之前 我跟腿毛 我跟你说了一句话 赖蛤蟆跳悬崖 蛤蟆跳悬崖 你是不是想到 变不下 哈哈哈哈 反正我就感觉 这个是个狼狈人 前这位的狼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其他一个放手 一个放手 我感觉 请你之中吧 那十二号都开始 在换一下我自爆的事了 他把你牛皮坏了啊 咋的了 你擦会儿 要我吧 是吧 待会儿发言的事 哎呀 反正今天我们 我建议别出事 这事一定是个狼狈人啊 我过了 四号好人啊 狗狗肯定是好人 他这个状态起得太高了 聊嗨了 把自己聊的都高 聊 聊高兴了 啊 我也没想到 那这个十二号会 能是唯一预演家 这狼人牌 这十二拿预演家 不过年吗 怎么就没人跳呢 十二号原来还是 真会改变的 我以为他头很铁的 事实上证明弹幕力量 还是很强大的 还是熟了一些 发言非常好 我警察就一直在 夸他发言好 你没听出来吗 虽然我愿家没找这样 但是我是一直在 夸奖人家十二号 你们之前一直在说 十二发言差 这次发言非常好 得是个愿家 我觉得 你三号玩家 你是大铁狼 三号玩家直接吃毒了 咱这两个人 我今天先出局 把你毒了 或者出你把我毒了 那是好人 他定的就说 我四号是个铁狼 为什么铁狼 那你觉得七都有可能是好人 你打我四十狼 不把那个七打死 其实好人 我狼没人 我就在这跳了 我凭什么不跳 为什么不跳呢 我让他在后续点 说四号是个狼 十二是个愿家 所以三不就是个狼 其实我觉得 一号玩家也像狼 因为一号玩家居然说 九号玩家 双眼在找狼 九号玩家的眼睛瞪着 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说他双眼在找狼 这一号能看得出 九号那双眼睛是在找狼 太奇怪了 我觉得这一三 得是两个呀 一三双狼 这两个都不能是好人 二号玩家听着铁好人 其实我会觉得 七八九都会不是三个狼啊 我当时怪怪的 产生了这种恐怖的想法 因为七号玩家发完言 八号玩家不点评七号 提都懒得提 九号玩家 他莫须有的逻辑 觉得七不像 我当时觉得九是狼 因为我当时觉得七像预演家嘛 这个就会觉得 会不会是一七八九 三七八九 你感觉怪怪的 这个三号玩家怎么看 怎么不像个好人 盯着我挡 我觉得 七八九可能都像了 一三七八九 五个金四个 哎 点了四个狼了 生徒啊 工作给你完成差不多了 只要你保住我的命 留我个锦辉流 说实话不过分 可以抢救 真的 过了好人 五号玩家发言 就是 因为我解释一下 昨天晚上我状态问题 我就是 一拿到好人牌嘛 就习惯性的 就看大家的状态 就看看谁 不太好 这个六 我不聊六了 因为六在我的下角 我怕他灰身 不知道怎么灰身 开始踩我 这个七号玩家 当时发我叉叉的时候 完全都没有 写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写 然后我想讲一下八号玩家 八号玩家 相比于四号玩家 我觉得八像那个狼美人 因为他发言的时候很 就是如果七八绑定的话 我觉得八号玩家的状态 真的就很随性 就是明显自己发言 根本就不做好 说的那番话 你们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刚开始说 自己达到很多信息 最后讲了自己啥也不知道 然后就很随意 我觉得七八有可能是双狼 然后四号玩家这里 他刚刚自己在说的时候 他说信那个 十二号玩家是冤家 然后我这里怎么记了几个字呢 四号上一轮 才五号和十二号两个玩家 但是我后面还记了一句话 叫身份做好 因为我觉得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如果在一个 算了假设说 他预定了 他前期假设的七号玩家 发布五一个查杀的情况下 后边只有在场的 只有十二号一个玩家 他没有必要去踩十二号玩家 对吧 我觉得四号玩家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是占四号玩家的 我觉得四号玩家身份很好 然后三号玩家那里 我觉得不好 因为他第一轮发言的时候 状态特别特别的饱满 就是一上来 没有理由的 就是可能他想轻彩一下十二号 但是他后边 越来越害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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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身份不好 然后其他的 对七八 然后九是当时是怀疑了七号 然后十二号 十二号工作 我觉得你要是可以不相信 可以把我拉到警惠流里 对就这样 五号发言其实就一定是狼了 因为他说话其实是比较紧张的 然后他其实在他这边的这个逻辑输出 也基本没有 也基本没有任何的逻辑 就是值得说的逻辑输出 而且他评价前之位的这个 他因为他已经听完一二三四的这个关系了 因为一二三四里面关系 其实已经有有些复杂了 他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应该能分析出 首先三和四不认识 那么一号玩家打了酒 以及二号那发言 一定是在一二三四里面 已经是唯一的那个好人 等等这些话都没有说 他其实发言就是像刚才我们观众朋友也在说 他其实是一直笑着发言的 一直笑着发言可能就在伪装什么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还有一点呢 就是大家可以根据玩狼人杀的这个坑位 比如说像就是 这都是大数据里面显示过的 你玩狼人杀 你发现一号人家发言像好人 二号人家像好人 三四号人家状态高也像好人 那到了四两好人情况下 第五张牌极有可能是狼人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位置学 当然这东西也也有可能不是 因为毕竟有四连狼的时候 四连狼的时候可能八连好人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 把这些东西揉在一起去判断 比如说坑位学 对吧 当然了六号玩家还是这句话 作为第一场发牌 六号人家一定不可能拿狼 所以当时没有听到六号人家发言 说基本上是可以直接罗宝六号 那就是一二三四六 那中间这个五号 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 其实是有一些道理可循的 二号玩家好像和十一号玩家 是一个 感谢滔滔啾啾的这个 魔法书 五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 是不是一家经纪公司 是不是好像是一家经纪公司的 听说好像是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因为那天我们录完当天 我们请我请文涛 他们去吃饭的时候 在吃饭的时候 听说的好像是一个经纪公司 是吧 哦 十一号现在没有经纪公司了吗 哦 我就我就问了 我也不知道 我就问了 六号玩家发言 我第一 呃 我现在分不清 谁是好的 谁是坏的 但是为什么十号 玩家要踩我呢 就是 我 我要首先深迷一点 哎 还有 你为什么要踩我 我们不是开局之前说好了 如果我们都是好人阵营的话 大家要彼此互相信任吗 就是 这十号 呃 玩家上来之后 就说 嗯 我应该不是个好人 啊 难道我面相就不是像个好人吗 就 我打开这个 呃 身份牌的时候 我确实是多看了一眼 因为我没有看清楚 然后呢 呃 十号玩家就觉得 嗯 好像我就是很紧张 我是个狼 呃 但是呢 我现在比较想相信十二号 他是预言家 听都听了 就是我也不怕 呃 预言家来查验 听都听了 我们都听了 呃 JY老师 他是不可以相信的 呃 哈哈 有点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 呃 不能相信你 呃 我再看看 其他玩家的发言 过了 这个六号玩家 会自己聊着聊着 把自己兜笑的 啊 这个六号玩家 我觉得其实应该 日常生活中是一个 特别快乐的女孩 我没 我没有看过他直播啊 我只猜测 他时 他是不是平常生活中会特别 能给自己快乐 他 他自己发着发着言 他怎么把自己兜笑了 他会 哈哈哈哈 我 节目组可能剪了 因为我看着他 我都看傻了 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但他确实就是自己 能把自己 聊 聊 聊高兴啊 我觉得还挺好的 唱歌好听是吧 哦 那他可能是跟那个 那个 哦 那就是唱歌的主播 对不对 哦 没剪吗 没剪 哦 我不知道 我没看直播 他能把自己聊得很嗨 很高兴 我也不知道前面干嘛呢 点个驾驶卡 那宝宝 那人家12号拿景辉 唯一原家 对吧 那听12号玩家出人就完了 唯一四街大神 那你们狼人完了 完了 这盘狼人交牌了 还打什么 这12号玩家拿景辉 铁育人家 那不指哪打哪吗 对不对 我觉得 不用聊什么了吧 我那个 一会12号玩家安排工作 好吧 这个 安排个什么女巫读谁 得读哪个狼美人 先出小狼 就完了 我反正 觉得发言都还行 我没找狼 但我肯定是好人 因为我要是狼人的话 我一定不会退水的 对吧 因为我 我要是 我要是狼人 我一定去跟12号抢景辉 那 我把水退了 说明我就 我是把景辉让给12号 那我就一定是好人 呃 非要找找狼的话 我觉得那个 5号有可能有点像 有一点点像 因为我给他 因为我就诈个身份吧 然后那个5号 大家给我的反馈啊 那个当时的那个 我们两个互动了一下啊 感觉身份有点像狼 我觉得 6号还行吧 然后其他的前面什么34里面两个人互打谁是狼我也不知道 后面你们都说什么89 什么有人踩89 然后 有人踩10吗 我也忘了 我也不知道 这我这轮我也没听到89发言 我也定不出89身份 对吧 那只能等他俩发完言之后我再想 但这都没关系 那12号玩家最后翻译 那就稳了 好吧 12号玩家说出谁 我就一定跟12号玩家出人 像12号玩家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要怪罪我这个 这个井上榨身份的这个 这个 错误的这个举动 好吧 这个把我认下 我没了 我跟着12号玩家走 我过了 我就是没想点狼 没想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 嗯 就是没什么意思 呃 在这个位置点狼 其实 点死狼也可以 你就早下班呗 但是 还是想 就多玩玩嘛 多玩玩 那个 我这轮没点吧 我这轮也没点出 死狼是谁吧 应该听不出来吧 因为 不是 我追我的想法啊 我的想法 我只需要把自己该说的话说出来 让观众知道我知道了 就可以了 感谢打碎花瓶了 容生的见识 感谢感谢 我只 我只需要 说出 不是 我这个人比较 就这样啊 就是 我只要让 节目播出之后 观众知道我 厉害就完了 但我呢 又 不希望让场上 其他的好人玩家 知道谁是狼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 呃 因为 因为12号是语言家呀 12号玩家是语言家 我要么在这个位置就把人家都点死了 点死了 主要8号和9号在狼坑里面 我也不是特别愿意点 我说直话啊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这季高赖 我是好人 8号9号玩家在狼坑里的时候 我就 我就不是特别全力的去点了 就不是特别全力的去点了 除非节目组有说过说 今天录的节目太平了 让我发挥发挥 我才会去点 否则一般 尤其是9号玩家在狼坑里的时候 我不太会去点 然后 不 这跟好哥哥没关系 就单纯的不想点 这就是不想点 然后 而且还有呢 就是 你点狼 其实对于我来讲 没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因为我 太去用力的话 感谢远方有人的魔法书 其实 你假如这一局 我特别用力 我在这个位置点死了 这个局就没意思了 就这个局就很没意思 因为我一旦点死狼 那我们 按照我 因为生徒一定能认下我7号 因为生徒现在 特别 特别拿我当坐标 他拿我当坐标之后 他就直接去出 5 8 9 10 这几张 出了游戏就这样了 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 不不不 真的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因为你们站在JY粉丝的角度 你们觉得有意思 听我说啊 你们是 因为大多数你们看我直播的人 是JY的粉丝 你们觉得自己喜欢的主播 点了死亡 牛逼 有意思 但是 但是 但是你作为其他 其他不是我粉丝人 或者说其他的 嘉宾的粉丝人 他会觉得 这局好像挺快要结束 就没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是这样 真的真的真的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这样 就就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所以我也没 但是呢 我又不能不点 就是我不能在这个位置 纯过了 我不能在这个位置说 你们都听神徒 把我过了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 那万一神徒 真点出磁郎 怎么办啊 神徒这个逼 你们是都了解的 哎 有事没事的 瞎点四个数 万一点中了 哇 神徒老师 四阶大神 火星转世 江子牙后人 果然厉害 裸点四郎 实至名归 那不行啊 对吧 我又得点 哎呀 太难了 太难了 真的 真的点 就反正 就得说说 就得说说 就大概说说 但是又不能那个 万一抽中了呢 对吧 八号玩家发言啊 我觉得七号玩家发言好奇怪啊 你是在这个阴阳怪气这个十二号吗 我有点听不懂 感觉你话里话歪好像是在骂他一样啊 哈哈哈哈 你们是有什么恩认吗 我觉得你们火牙六子是不是有点内讧啊 哈哈哈哈 这怎么能就是身为一个好人 就把所有的这个重担圈交给十二号玩家呢 那十二玩家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压力吗 我是一个好人 那我现在因为我是一个好人 那警察我觉得这个七哎 不可判断 那事实证明了 那确实不是个冤家吧 不管怎么他退水了 那说明我哎 我有一个做好的这么行为 我虽然觉得七号牌很阴阳怪气 但他有一点说的我是认可的 就十二号牌 身为一个唯一冤家拿到警徽 在莫追发言 我心里底气十足 那一定不可能归做人 今天咱就做好三件事 这一局狼人就等人交牌 第一出好人 第一白天出好人 第二留好捡回流 第三安好安排好女巫的工作 我不知道你们狼人怎么打 我建议 如果说狼人 你们现在承受不中压力 不想接受十二号牌审判 可以再次选择自爆 看可以的 你们还 还让十二号牌在最后面把你们全部暴露出来吗 那我觉得没必要的 真诚一点 后面希望我希望你们发言真诚一点 也都让十二号牌审判 这盘好人赢了吧 接受一些信息 这盘好人赢了 大家谁好谁坏 前这位 这些人的发言 我是没太听出来谁像狼 确实发言都比较优秀 然后 那 我就不得不要往后面踩一下了 前这位发言都如此优秀的情况下 输了 后这位高度铲狼啊 为什么 啊 这九 九上打什么七八 这十 这十一不能打 差别打十 那完了你就十完了 啊 我不知道 哎呀 我听十二的 十二让我出谁我就出谁 我过了 输吧 九号玩家请发言 挨着说吧 就先跟一号玩家说一下 我那个说 七号玩家为什么不去验你 不是说 因为我觉得你不好 所以他为什么不验你 而是说 七号玩家 我觉得当时他那个心路历程不太对 他说 最后一个警惠 留到十一嘛 他说因为跟十一号玩家玩过 那七号玩家是同时跟你一和十一玩家玩过的 如果这个心路历程成立 那么点到十一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你一号玩家 但是这个没有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路历程 可能是不成立的 可能是现编的 那七号玩家现在退水了 那我是不是说的对的 就是说七号玩家 警上发言的验人的心路历程和刘景辉的心路历程 并不是一个真预言家该具有的完整的心路历程 而是白天现编的 那七号玩家不是汉跳 他这里直接退水了 那是证明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反正七号玩家不是一个真预言家呗 他的那个验人的这些心路历程 都是不是一个真预言家该有的心路历程 这个我解释一下 然后我觉得四五两张牌 真的像两张狼 首先五号玩家 虽然七号玩家退水了 你不需要在这个位置拍身份表水 但是五号玩家起来点评了一圈 没有对七号玩家做什么身份的定义 那七号玩家 我当时在想为什么七号玩家给警下五号 五号玩家发茶杀 那现在七号玩家退水了 那就是诈身份呗 七号玩家为什么去诈身份 我觉得可能真的抿出来 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身份不太好 我觉得这么一捋的话 逻辑就清晰多了 这可能是七号玩家的真正的用意 而七号玩家最后还是 稍微踩了一下五号玩家 但我觉得七号玩家这个行为和这个语言 基本上把五号玩家打死了 我现在觉得七号玩家偏好 然后五号玩家不太好 那个应该就真的抿出来的 因为五号玩家那轮 其实应该算表水 其实是不太过关的 因为眼里基本上没有聊这个七号玩家 然后四号玩家 虽然第一轮警下发言 轻踩了我下九号 但是还想给个容错 但这一轮发言 警下发言感觉有点胡言乱语了 一三两个狼 七八九三连狼 感觉这个基本的数学问题 就是有一点出问题了 然后五号玩家说 四号玩家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四五感觉 像裸出来的两个狼 这是我的感觉 过了 就是我这么看 我这么看 感觉确实是作为外人来讲 如果拿坐标打法的话 我跟梁小松和扑一星 好像确实是会有这种对立身份 就互打的这种情况 难免会被人抓住规律 就比如说我跟这个 我跟这个 这个 表小松或者扑一星 我们三个 不在一个阵营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打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别人 还是比较好分辨身份 说说白了 就是我们三个里面 人没有犯错 就应该有人故意犯错 故意乱打 故意乱保 下次下一季再录的时候 我想想 我们就可以互相上来 就直接 往死里保 就完事了 保一 保一事 就是互相保 应该就 就好多了 就这样的话 别人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规律可循了 就是 这样的话可能好点 10号玩家请发言 你们现在发言风格 都这样了是吗 我就觉得七八十两狼 然后我觉得 6号那个判断啊 我开始是 看你开始的表情 觉得挺慌的 然后看你这轮发言 还是挺慌的 说真的 就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觉得6号这轮的发言 还是一个整个 很局促的状态 感觉一直在 没有去想 谁是狼人 这个事情 一直在想办法 就是针对我去说 他那个点 然后去解释 我觉得 也挺向朗的 反而我十分怀疑 6 7 8 3个人 就7 8 2个人 结果就是 什么汗跳 然后退水嘛 然后7 8 2个人 到自己动的时候 完全不想给信息嘛 对吧 你就我觉得 那说那段和过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我觉得6 7 8 3个人 我比较怀疑 关于 3 4 5 我1到5 我其实不太听得出来 我对2的印象挺好的 我觉得 2号只能说 那个什么 警徽留留我 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做好的心态 1到5里面 我比较看好2 然后6 7 8 3个人 我比较怀疑 过来我是好人 火树老师 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火树老师 我给你们聊聊别的 我这个复盘 首先我说一下 我这个复盘 其实主要就为 跟大家聊天 说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 真的 你说这局有什么 就也没什么 太多可聊的 因为这局 这种局确实 就是说 我也不是质量低 但是就是确实 可剖析的 拦人杀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火树老师 确实是一个 特别好的人 特别有意思的人 但是 火树老师呢 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非常骄傲的人 从我跟他 一起参加 密室大逃脱的时候 或者说 在一起陆高赖的时候 甚至说 在京城大赛赛的时候 火树老师 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他总喜欢 总喜欢表现出 自己那 有学识的一面 他总想 让别人知道 他很有学问 当然这不是坏事 毕竟我火树老师 也是清华博士 他这种东西 说出去之后 还是很拉满的 很拉满的 他确实是有自己 自己那种 高傲的 也不是高傲 是有自己那份骄傲的 他 有一次火树跟神秘狗 俩人在一块 后来我听神秘狗说完 跟我斗死了 火树跟神秘狗在一块 火树给神秘狗讲什么 核反应堆 还讲什么量子力学 神秘狗 刚开始我都讲 神秘狗跟火树说 我是中专毕业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 又接着讲 神秘狗又说 我真是中专毕业的 到最后 神秘狗不说话 逗死我了 我刚才听火树发言 我就他妈逗死了 最后一天晚上 我们在一块喝酒 我听狗哥跟我说的 当时我就自行了 给我的妈笑坏了 哎呦 狗哥也是惨 真的牛逼 没有动作 11号玩家请发言 真的 我现在是 就是全场的 是帅 长得是挺帅的 这个 你说这个人 你说这个人 为什么会长得 有他妈这么大差距呢 就感觉他妈 今天那个 刚刚来那个封面是我 然后左边是 是蒲逸兴 右边是郭文涛 我就感觉我他妈站在中间 就哎 唯一预言家发的精髓 所以应该是就是最高身份了 然后 呃 我刚才听了一圈 就是在上井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那个外哥给5号发查杀的时候我在想就是他会是炸身份 但是我感觉不像是炸身份 帅是真的 对 因为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感谢 等发言到10号 蕾蕾蕾 然后7号觉得就是这边可能都认5号是好人 蕾蕾将是个好姑娘 是呢 这边再继续汗跳 高能预警 就是这个不太就可能也不太容易成功 所以就退水了 就我觉得可能狼人不可能一个一个汗跳的都没有安排出来 然后最后全部都退下去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7号不是狼的话就7号不是狼那狼是谁呢 就是我找不到就是我感觉就是7号发5号查杀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要炸身份没有必要发5号 就是以7号的水平他如果只是想炸身份 我觉得他应该直接能够翻得出来 所以我不太信这个是个炸身份 然后第一轮的时候9号说他不太信7 但是第二轮9号又认为7号8号他没有继续去打7号 你可别往右看了 干嘛呢 真的有可能是789 对789三郎 另外我觉得就是2号那个行为 其实如果说我理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好人的话 就是在你是成为第一警徽流的情况下 就是好人的心态应该是让冤家去验验出狼人 而不是让冤家去验自己 所以我有一点觉得2号在我这可能有点奇怪 然后4号4号我觉得一开始有点像是冲锋狼的那种感觉 后来就是第二轮发言就是莫名其妙的又没有去战边7号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同伴退水了之后 然后去对又选择去倒沟吧 我过了 感谢文涛的猫的魔法书 感谢感谢谢谢文涛的猫的魔法书 其实今天好多到最后有人说11号玩家玩的不好 其实我觉得这东西说都是比较多余的 就是说就说了 说就说了 那个这东西你可以说 对吧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这东西因为本身你上节目就会有承担这种风险 但我觉得文涛其实玩的还行 他就是有点不太自信 这个东西就特别像我去那期的那个什么密室大逃脱 他们在那做题 他们问什么4个8还是5个8怎么能组成 我都蒙了 就是你去一个你没擅长去的节目里边 你就会蒙的 我记得去那个节目里边 开场选课代表说我一个题没搭上来 我都坐着都傻了 真的 我一个题没搭上来 还什么被鼓师 我在那自己想 我说也太蠢了吧 我没事天天被鼓师干嘛 还要剪那个小纸条让自己穿过去 我就觉得你妈 我剪他干嘛 我剪多宽我也穿不过去 我就不怕 所以 一个人啊 你到了你一个不太熟悉的领域里面 你是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了 所以 像任何一个嘉宾来到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都应该 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 是属于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很出色的人 都是很出色的人 因为像那些 你比如像二号玩家 可能是在奇葩说里面就很厉害的 他来了这里 他来了这里 可能就就也不太 不太适应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相互接受吧 但是 但是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也不能怪观众 就是其实从某种点 你也不能说观众喷他就怎么样 感谢MOMO的这个摩哈书 因为 就像中国足球一样 我们 我们是 踢的没拿好 但是 我们嘴上也没找过 也没找过谁 对吧 所以说 其实换种方式上节目还是 还是会有这个 一些风险 就是真的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有一些节目我就不敢去 我就是怕这样 你知道吧 对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包括最早 很多 嘉宾来 包括 批一星 那时候最早来 包括 你看刘耀从最开始上节目 也都被人喷的 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但是 但是在PandaQ的时候 我确实挺欠的 在PandaQ的时候 我有那么几个不太喜欢的嘉宾 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故意让他们被喷 而他们确实被喷得很惨 是我故意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节目 玩狼山沙这个节目 怎么能让一个人被喷死 具体的就不说了 但是在Guardline这一季 我都没害过别人 真没害过人 我真没害过别人 真没害过 哎 少帮主我可没害过 我操 可别瞎说 少帮主 那那次 他完全是个意外 好吗 那次完全是个意外 可别瞎说 我告诉你们 可别瞎说 十二号玩家 请发言 好 我发言啊 我觉得 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 五号人家说的 八号人家狼美人 是不是 我觉得是 所以就是出五毒八 然后的话 景辉的话 因为腿毛在墨之位 他是最后一个位置 感谢 他最后一个位置 他发的言人 让你们记不记得 我是随意借一下 总之他说的意思就是 三五十二十三个狼 然后七跟八十两个好人 对吧 完了之后就过了 过了之后就是 我当选了 也就是说 就是说 怎么救腿毛呢 景辉的流他可以救他 是这样的 因为救你就是出三 就这件事情就是 救你就出三 对不对 就狼就是一三五八 救你就出三 但是一怎么办呢 一要不要去验呢 到底是验四验三 还是验一呢 那这个是不好说 我觉得验一呢 可能一号人家比较难打 因为其实你底牌 无论是好之坏 位置比较好一些 我刚刚景上发现 也没有很好 只不过是说 景上留了一个后置位 无论是三四五六七八 留谁 你都得补一个呀 现在我是单编狱 总能说吧 我认为完美景辉流 是除我以外 十二个人全 十一个人全留 并且占编我的人抠掉 剩下的人依次验 这是最完美的景辉流 无论谁都可以这么发言 对不对 就验两张落报 验十一张 那么就三四一选验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如果说验四的话 可能女巫不愿意读八读四呢 对不对 那我也不干扰女巫 那我就把狗哥验了 好不好 就把狗哥的空间压缩一下 因为其他人实在 没啥好压缩的了 对不对 那么这样也合理 因为腿毛自己确实发的严呢 就是有你自己的问题 那我强行替别人做主 也不太好 对不对 三号人家毕竟是战编我的 那我就验他 对不对 好人也是好人成交 那当然就大概率是 不也不重要 就是是狼嘛 也对好人是个贡献 对不对 那一我就 就自己玩就行 然后那个 那其他就没什么了 那就五号玩家 你就辛苦一下 给我们详细再描述一下 八号玩家 为什么是个狼美人 出五 所有玩家发言完毕 警长归票五号 现在开始放逐公投 我就知道这个逼到数 得他妈出五号 就因为我这轮发言 我打的最多的就是五号 我就知道生徒一定会出五 为什么 因为我的发言 我所有发言里面 我就说了 因为五号玩家更像狼 他就一定肯定出五 到时候出错了 也可以甩锅到我身上 我就他妈知道 这五号玩家 我跟你们说 我一摘亏 我发五号玩家 查查的时候 五号玩家冲我嬉皮笑然 我就知道这个逼 肯定是个狼美人 把我连了 真的 肯定他妈把我连了 请所有玩家在三秒后开始投票 3 2 1 请投票 1号 2号 3号 4号 6号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投给5号 5号 投给7号 5号 5号 玩家出局 7号 玩家 殉情 哎呦 这唯一四街大神就这 这就为了让我出去呗 是不是 这12号感觉 你们记住我讲的话就行了 就是 他发什么眼了 5号玩家一言哈 就是 你们记着点我说的话就行了 你们记住我讲的话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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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4号 呃 身份是好人嘛 4号是身份做好 然后8号是狼 然后3号身份不好 对就这样 感谢市井老麦的 请7号玩家发表遗言 哎呦 这唯一四街大神就这 这这就为了让我出去呗 是不是 这12号感觉明明知道啊 5号连了我就故意想让我走呗 还记仇啊 挺准啊 小伙儿 这出的还挺准啊 呃 我是个平民 我是个平民 反正 谁是狼 我觉得 我确实在我发言之前我没听 没没觉得谁是谁是狼 啊 那个 我就说这么多呗 好吧 那 我就 觉得 11号是金水是吧 11号 对 11号是金水 12号是预言家 我觉得 我这里点狼了 我这里实际上已经点狼了 我记得 我记得我把好人全保了 我记得我把好人全都保了 呃 可能 嗯 8号什么的就有点嫌疑 有点嫌疑 嗯 然后要不就就可以送8号一块走 好吧 反正12号也让独8号 那8号这边看就是个小狼嘛 可以把8号送走 嗯 嗯 我觉得 可以验验9号10号什么的吧 然后那个验4号 因为三四条 对他留的是验4号是吧 我想想啊 就先这样我好像 狼人刀民好像也可以 啊狼人其实也可以刀民 因为我是个民 所以狼人刀民也行 但是 好像刀12更好 好像刀12更好 没了我我我我过了 欸不对 7号玩家遗言发表完毕 请7号玩家离场 不对不对 不对不对 我不是这么发言的 那就不是这局 感谢我是一颗小虎牙的魔法书 不是不是 我有一局宝 我有一局点狼 是没点狼 但是把傻上好人全宝 我忘了 唱了唱了 唱了 12死了 可以12死了 以为7号是狼呢 就都都都反了 所以现在有点懵 7号是好人的话 哦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玩法 其实会给厂商像1号玩家 2号玩家 11号玩家 这些玩家带来那种比较懵的体验 因为我的话其实说的 就不是那么死 比如说我走的时候 我说那7 那八九十三张定狼 可能他们就会明白一些 但我的话呢 其实说的不是很清楚 他们可能就听不太懂 他们是真听不懂 对对对 像是好人的话 这个8号 因为他刚才点了一下 走的时候点了一下8号 所以8号还是有可能是 有这个狼 然后3 我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好人 然后这位又是警长的精水嘛 所以 一直踩他的4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了 刚才我聊一下 但是他 我说我怀疑4的时候 4的那个 给我那个眼神感觉 我觉得就是又不太像是狼 就是一种很轻蔑 我不知道 可能可能比较会藏吧 然后我这边可能还是 刚才我说到那个2号 2号因为他的那个 他那个就是球宴的那个行为 在我这不太做好 然后再一个是6号 6号 我看他这轮发言吧 因为他其实从 那个上井的那个时候和 就是第一轮发言还好 但是那个上井那一轮 感觉他的那个表情什么是比较荒的 所以 我看他这轮发言 目前 目前觉得比较 比较向往 然后 9号我就先不聊了吧 就是 因为第一个发言 确实刚刚本来也就是 那没站错边 但是分析错局势了 然后现在有第一个发言 听一下后面的吧 过了 这个就属于 前这位发言 他捕捉情形太少了 就感觉 感觉啊 郭文涛在玩狼山游戏的时候 其实都一样 都一样 就缺乏 就是 就是缺乏一些自信 就有点含糊 但也确实玩的太少了 10号玩家请发言 这轮就听听那个什么 12号说的了 反正12号上轮最后留的是 3号警会留言了吗 他不是说148这三个是他的焦点吗 那就听一下这三个人呗 我没有自己意见啊 我觉得听愿家挺好的 我从这轮起 我就觉得愿家说得对 我 我就是个新手 对 我没有判断啊 我就看看他留的那个 警徽留148 三个人怎么讲 好吧 什么6我也就不去怀疑了 我觉得6真棒 愿家都不怀疑6 6怎么可能是狼人呢 对不对 我就先不管6了 我就听12号说的 就148 过吧 9号玩家请发言 10号玩家你也跑不掉 你信12号玩家148 首先8号玩家 女巫怎么不读8号玩家 是怀疑这个12号四街大神 安排的这个任务不对吗 就可能女巫觉得自己 玩的比12号玩家好吧 那女巫玩家一会儿 反正反正结束了自己解释一下吧 就12号安排这个任务 那8号玩家 看8号玩家怎么变吧 也有可能放弃抵抗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其实觉得10号玩家不太好 10号玩家不太好 10号玩家不太好 首先10号玩家火树老师 清华物理博社 浪漫的理工男 两轮用状态打锦下6号小姐姐 我不太觉得 这跟火树老师人设不太符 而且你看火树上一轮 你点的狼坑不就爆炸了吗 虽然11号也很爆炸 但是11号是精水 所以它可以乱开 但你不一样的火树老师 六七八三个狼怎么盘出来的 而且你说1235听不出来 那5号 你在那个位置 你说1235听不出来 那5号 你认7号是狼 5号不相当于你爆下来了吗 所以我觉得 在那个位置 我上一轮就想打 我发完言之后 听10号玩家发言 想打一下10号的 我过了 那这一轮出8 出8还是出10 那反正4号玩家 我这里就不点评了 因为有3号玩家 最后来捶4号玩家 捶4号玩家 捶4号玩家的这个工作 反正不在我手上了 我 我反正 这轮 想把8出了 然后捶一下这个10 那狼坑就齐了 那1号玩家 至于1号玩家 为什么在12号玩家的视野里面 我其实之前 没听1号玩家给出了太多信息量 所以我这里不太能盘到1号玩家 我就想捶一下这个10 然后听12号玩家的意思 把这轮我们先把8出了 然后 其他就没什么 过了 图一星在做一个什么事呢 他在做身份 这种东西其实在新手局里面 基本上是无敌的 这种东西 这种玩法在新手局里面 基本上就是无敌的 为什么是无敌的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最早说的 为什么老人杀大家盘逻辑就没用 我们已知结果 八九十三狼 九号单拎出来打了八十 前这位十号也没保九号 那是不是理论上我们单从逻辑上分析 九号玩家 如果我们认定八十是狼的话 九号玩家一定是逻辑上的好人呢 那就一定是好人 对吧 所以说狼人杀聊逻辑有用吗 没用 因为你不知道狼人选择是什么样战术 因为狼人在这个位置 他就是会选择去做身份 三张狼人排 你互打 我记得最早在Lionman有一局 三张狼 三张狼 八打九 九打十 十打八 然后我那个位置 我就说这是三狼互打局 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去盘逻辑了 因为 每个 录节目的玩家 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的 当年录在Lionman的时候 当年录Lionman的时候 每个嘉宾想的就是我多活一会 我多在场上玩玩 当时我们不觉得谁出局 或者说 呃 谁能赢 或者什么点死狼 牛逼 我们当时 只是觉得我们自己能在 场上多玩一会是最牛逼的 所以才会出现狼人打狼人的情况 对吧 所以在这个局里边 你像蒲一星这位他打了八十 那基本上就是无敌的 因为尤其像八号人家已经被七号和十二号打成狼了 九号这位置打了八 所以他自己的身份就坐下来了 那甚至都有可能骗到四号三号这种老玩家 所以狼人杀这个游戏 哎呀盘逻辑真的没用 说实话 看感觉 呃 八号玩家发言啊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风声 我相信在场上的好人玩家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 此时此刻 而且Sherry的告白气球 为什么七号牌一张好人牌死了 并且明确的归 说出来了女巫希望把八毒的情况下 八依然活在场上 此时此刻 我必须把我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了 我就是一张女巫牌 哈哈哈 第一天 三是我的饮水牌 这是为什么八号牌没有吃毒的原因 因为 我不可能读我自己 然后 我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开毒 我解释一下啊 没找清谁是狼 就是 哎呀 大家的发言都这么优秀的情况下 确实是很难去把这瓶毒 读出手 并且我觉得 我如果说在昨天开毒了 我今天 就没有办法 向大家来证明我自己的女巫身份了 但是我现在 今天晚上的毒肯定是有目标的 我肯定得在四合九里面读啊 那九号牌凭什么在今天要打我呢 我觉得九号牌是送出来给我的礼物 然后这个四号牌 我记得你前两轮的发言都相当硬气 这一轮我想看你跪着玩 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舔这个三 你不往死了去一个三吗 哎呦 算铁狼美人 哎呦 你暴狼 哎 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舔的 我希望你硬气一点 狼人杀 输赢无损位 尊严要有 你看我就不会跪着玩 我是个女巫牌 三是我救的 今天我听三规票啊 要不然把这个九和这个四抬在白天 你抬一个我读一个 没有啥别的了 别人谁是狼 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就知道五是狼 五应该是个狼美人 哎五是个狼美人 四合九是两只小狼 外之外还有一只狼 那只狼肯定不是十一号牌 十一号牌你一定不是狼 你要相信狗哥哥哥也不是狼 这么的 下一轮 明天 我帮你把最后一匹狼找到 我说出谁你就跟着我手头就行了 咱们就一起把那个狼干掉 咱们好人就赢了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听三规票 我过了 梁小松昨天晚上给他毒了 他在这一块起跳女巫 就是要找女巫 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没有晚上选择毒 你就很麻烦 因为 为什么麻烦 因为他这个时候跳到女巫 就会有人信他是女巫 你知道吗 虽然说 正常水平玩家不会信 因为 你能够认下七和十二两位好人玩家的话 你就不会信 狼美人练的是七号 七号人家一定是好人 对吗 七号人家一定是好人 从当下让女巫把八号毒了 八号人家大概率是狼了 对吗 所以 这个时候 他跳女巫去归票了 操作了 女巫你说跳不跳出来 只能跳 女巫不跳出来就要出问题了 因为是三号玩家前打错了四号玩家 所以 你知道吧 我也终于理解为什么十二号拿九回熟浪局了 因为七号玩家查杀五号 那前面的那些狼 感谢 说实话可能脑子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七十预言家查杀了个练了他的狼美人 感谢烟月 女巫的魔法书 用八九十里面狼 觉得七号查杀了练了他的狼美人 那不五死了七就死了吗 那还 干啥呢 那还 那肯定前面狼就不跳了呀 那十二号 预言家发言言后罪只剩三四了 你是精髓 我是平民 咱俩没狼 我觉得 这个 八九应该是两个狼 我觉得八号不是女巫吧 你八号玩家是女巫 你打四号玩家是狼 那你说四号玩家我想看你跪着玩 你都觉得我是狼了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你跳个女巫呢 对吧 他的想法里面就没有我四号玩家 会跳出女巫这种概念 他都觉得我是狼了 那他哪个女巫 肯定会觉得我可能会跳杀身份什么的 所以我要八十狼 九肯定是狼 九号玩家打五十狼 打五十狼 怎么能把四跟五接着一起打呢 因为四十狼 我明确后织只剩七十二 我一定知道七十大身份的十二是那个愿家 他哪个愿家凭什么不跟他跳啊 他何德何能啊 我肯定就跟他对跳了呀 我又不是不会跳 是吧 所以只能是前面狼没跳 九号就是那个铁狼 八也是那个狼 十号玩家好人 火速 火速肯定是好人 六号玩家也是那个狼 我觉得这个一六铁开一个狼 这个六号平地爬状态 把自己聊得黑黑黑的干嘛呢 所以我觉得狼坑五六八九 那个十一号估计是那个女巫 能对八号玩家如此舍不得的 我觉得就是十一号玩家了 估计是那个女巫爹 嗯 非常的像啊 非常的有 有那个像 你不会觉得 我还是狼吧 我都这样 找狼啊 看到我找狼的眼神没 我给他胖胖找了这么多狼 五六八九 也有可能八真是个女巫 也有可能八真是个女巫 那我都打你是狼了 你拿个女巫 我都打你是狼了 后终没人跳女巫就出不掉你 我是狼 我不可能打你女巫是狼吗 那我体验挺好人 所以我怎么着都是挺好人 这位很奇怪 因为腿毛 他是一个比较看内 他会以我为坐标的 他这个位置其实说出八号玩家 有可能是女巫 可能是为了节目效果 他不可能就是八好玩家 因为他知道七号是好人 那你一定打不错八 是真的玩出幻觉了 他总感觉 他就他一直把我一张好人牌 当成假想敌 那个我认为十是狼 我认为火速是狼 火速他说锦下1到5 他只听出来了 20个好人 对应该是节目效果 而不是那个 他把七八九三张牌都听成是狼了 那你也太强了 我认为十是个狼 四十个狼 八是不是个女巫 我不知道我不是女巫 但他把我饮水我信 为啥呢 因为我就感觉我吃刀了 我跟你说 四为什么是个狼 为啥我真的感觉 我有可能会吃刀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我跟你说 四为什么是个狼 就第一夜的时候 四号玩家 晚上面具一拉开 看到旁边五号 老瓜当时就麻了一下 再一看七和十二 也没有在狼团队完了 再一看我旁边好兄弟 也戴着个面具 纹丝不动 内心就有那么一丝惶恐 然后呢 所以说选择了打怂狼爵 我认为这个是那个狼人牌 十是那个狼人牌 那八如果说是女巫的话 我认为在一二里面吧 九我还是认为还行 一二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 一 如果九不是狼 如果十一号玩家 你是女巫牌 就是八号玩家 他怕你读不到狼 你知道吗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是的话 那当我没说 反正死也差不多死了 我认为十是那个狼 今天反正一定出这个事的 哎 不是吧 你不会还以为我是狼吗 不是吧 你不会真以为我不出你吗 哈哈哈哈 出你 好不 这个这个是拿着呢 我接了个金帅 真的我谁都不想出 我真的巴不得就是 把我气死了 对跳舞出于对我责任的 那出谁呢 你觉得七八是两狼 七已经捶死了是好人 你说六局促 哎后来又觉得不怀疑六 就是前后 所以一号怀疑十是吧 那我觉得六是一个比较 值得怀疑的身份 怀疑六 然后你说二是好人 这个目前我还不确定 所以我觉得十你的发言 因为过于混乱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那个狼坑 一号打了十 这就很扯了 这个确实很扯你知道吗 那你看腿毛投了八 说明腿毛还是 我不说拿我当左标吧 就是反正他 拿深度当左标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他起码是 他说八号 应该有可能是女巫的那一点 可能确实是 就没没真的想说 所以这一波 哦 这盘是平民扛推了是吧 那就垮了 这确实是垮了 主要就是女巫应该早点开读 读了八号 那没读八号 体身也应该把八号出了 这一波出四号玩家 是真的没道理 真的没道理 这八号明摆着的狼不出 那这局确实输了 我讲下来了 我怨家都是 老流氓进入负伤状态 请经常选择死左或死 卡到老流氓 老流氓 老流氓不马上死 但是他能活着 他能活一段时间 有发炎 9号 过了 我觉得一号那个位置 踩二 然后 同时踩两个 我觉得没有必要吧 就 挺奇怪 但我还是觉得 十号玩家不太好 我觉得一十可能开一个 然后六号玩家 我没觉得六号玩家 能是六号玩家轮次吧 我觉得这一轮 应该就是一十玩家的轮次 我不知道 三号玩家怎么想 觉得十和一今天出谁 反正 我觉得今天是一十的轮次了 那二号玩家 肯定是真举无 没有刀二嘛 外之位找了个名 刀刀老流氓 这是我的感觉 啊 过了 所以狼人就是为了砍民去的 他们不不去砍女巫 不去砍神 就是为了砍砍这些平民去的嘛 对吧 所以说 呃 蒲一星这一波 其实他就把矛头指向了一身上 因为他一直就在打十十狼 其实你可以看到蒲一星 你仔细听他的发言 他之前是打八十的 那正常的情况下 在蒲一星这轮发言来讲 他应该继续打十去保一 因为一号玩家 上一轮跟他一样去打了十 所以一号玩家和九号玩家 做的同样的事 但是这一轮 蒲一星在这个位置 拉了一十的PK 说明蒲一星这轮已经 不想再去出自己的同伴 想出这个好人一号了 所以说通过这一点 其实能够盘出来 九号玩家和十号玩家 有可能是共编关系 大概是这样 十号玩家 请发言 我就捋了一下 我听昨天腿毛的发言 我觉得挺难是一个狼的那个发言 就是在死了之后 还在很诚挚的跟大家分析 谁是好人 谁是狼人 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是狼的话 没有必要 这里的发言应该怎么发呢 你可以说 我觉得死去的腿毛应该是个好人 但不要说这些 不要说我觉得他的遗言怎么样 作为一个最有力的依据就是 腿毛出局如果是个狼 狼人一定会刀场上神 而因为腿毛是我们出错的一个好人平民牌 所以狼人才会继续刀另外一个平民 那么接下来狼人就要图编了 所以因为狼人没有砍神 去砍了民 就能证明腿毛一定是好人走的 这个是应该在这个位置盘出来的点 这个位置盘出这一点 也活了 但没盘出来 我去这么装 那就是腿毛如果是好人的话 那现在出去了两个狼 就是一个5号一个8号 那场上就还有两个狼 场上两个狼的话 这边十一二三是好人 因为二是女巫嘛 也可以认为是个确定好人了 剩下两个狼是一六十三个人里面 不是一六九三个人里面 对吧 那就不很简单了 三个人里面两个狼 我觉得比较像浦一新和王春玉两个人 浦一新就从上轮开始 莫名其妙的一直打我 王春玉打我的理由也很奇怪 王春玉打我的理由明显就是 在听了三号开始有怀疑我的理由过后 现去编我才是站队站错的情况 就是我判断错身份 判断错所以我是狼 那同样的十一号第一轮的时候 和我做的基本是一样的判断 我们都觉得五号好人六号不好 然后七号大概你是个狼 那就我们两个人都做了一样的判断 但是你就以这个他是一个确定的好人 你就觉得我是一个狼 我觉得就挺奇怪的 对吧 我感觉就是当时在那个什么三号 开始说怀疑我之后 然后你跑来就借着这个说我的感觉 反正现在一六九三个人里面 我觉得就按四号的说法 我觉得他觉得六号的状态 其实更像一个好人 我觉得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两个狼应该是一 火树这个位置正确的玩法有两种 有两种 这个时候火树 火树在这个位置的玩法有两种 第一种把自己的发言就是往好人方向去聊 火树把自己发言往一个好人的方向去聊 那你就去保九出一 因为你是好人 别人会信你 别人信你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再出自己狼同伴了 就一起把这个一号干了 没准就赢了 因为未知一号是什么神或者是个名 其次第二点 你把自己的发言往狼了去聊 你可以 所以在这一轮的时候坚持说四号玩家 感觉像是个狼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 把一给保了 去打死九号 这是两个不同的玩法 都可以 因为 你跟一号玩家拉团队 去打死九 那么其实九号玩家无形中 就被你把身份做得很高了 因为你发言可以像狼一些 你有能耐 你就发言像好人 直接扛推一号 这局就很很很容易就赢了 你你发言没有自信 那你就往往狼了聊 你总可以吧 那你就去把九号玩家抬起来 把你自己和一号玩家做 拉第一的身份 提高九的身份 然后把自己聊像狼一些 所以在两狼的时候 可以打很多种这种配合 别人狠看那些的 在这种残局的时候 一旦与玩家走了的时候 大家看的就是 就是玩家和玩家之间的关系 你保了一个人 你打了一个人 都会进入大家的记录 大概是这样 喝酒 我觉得酒 我觉得之前大家的判断 是那个什么 八九两狼嘛 然后一六出一个嘛 那我觉得这轮可以先投酒 其实我最觉得奇怪的是 上轮为什么不直接归八呀 就二号位那个地方是个狼人 他跳出来干嘛呢 没有必要啊 我觉得完全可以直接把八归出去啊 我觉得 我觉得三号上轮归票 就怎么说呢 就没错 但是没有魄力 就是就不敢向自己判断嘛 这个时候最没错的办法 就两个女巫对跳 你反正我就不管女巫 我就投一个 我觉得是谁是什么的人 但是二八那个对跳 我觉得挺明 挺明显的就是二号是一个 那个什么 好人 就是二号是狼人 他在那是没有必要跳出来 莫名其妙找毒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奇怪 为什么上轮没有直接把那个八归出去 就倒是错肯定没错嘛 就是不背锅嘛 对吧 就不想去背锅 我反正这轮我觉得 就一六九三个人里面 我更倾向于是一九两个人 然后我想这轮投酒 好吧 我是一个平民 我过了 火输这段发言其实还算可以 他说要投酒 所以酒和十的对立面已经拉开了 那么十号玩家 他即使被人投出局之后 他就认狼都可以 当然认狼可能会别人被别人怀疑 那反正往差了发言就可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发言 人里面有两个狼的话 我感觉六号和九号的狼面更大一些 那九号的狼面要 张神你记得催我给你录啊 我老忘 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视频你催我 我记 你催我然后让我帮你录我老忘 之前那个 反水生日我就忘了给他录 我答应他录的 后来反水好像还不太高兴 我也没跟他说这事 你生日到时候我就帮你录一个 你记得催着我 要么我老忘 我更打 然后 刚刚十号说可能 就是四号是好人的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 我觉得四号应该是狼走了 因为 就有一个小细节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了没有 就是 就是 就是5号在听到大家都要把他归票出去的时候 他下意识的像四号吐了一下舌头 就我看到了 但 就如果说这个动作是为了张四号 那我觉得 可能就有点有点有点高端了 所以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我不知道家人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可能 就是所以上一轮我就很果断的投了四号嘛 就四号是狼走 八号狼 五号狼 所以 我觉得还剩一了 然后 我比较怀疑九号 一号 我目前觉得比较向好人 那个滔滔可能就是比较多的去怀疑扑一行 就这种东西你玩多了你就自然会对一个人有数据库 所以怀疑也是正常的 最早没事 就像现在场上嘉宾都无限怀疑我一样 这东西没办法 十号玩家请发言 好 现在对于我的质疑主要都是来自于十号玩家 那十号玩家 我要看一下你刚刚这一轮发言 首先你还在站四号玩家推锚 这是你刚刚的发言 我觉得四号已经是锤的比较确定的一个狼了 这个时候还在站很迷 我不能说你为了混淆视听 而强行再站四号 这个动作很容易被大家认为是狼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操作 然后呢你踩的是一号和九号 也就是你觉得这一轮应该投出一号和九号 我现在感觉是十号比九号更像这个狼 无论场上剩一狼还是两狼的话 感觉十号都是比较像狼的 为什么我又开始怀疑了九号 因为九号刚刚对我的发言记错了 他说我踩了二号 我没有踩二号 因为当二号对跳完女巫之后 我是相对来说相信二号的 而在上一轮的这个结果来看 二号肯定是铁女巫 做死了的 所以我觉得狼还是我坚持我上轮的判断 是四五八十 如果还有 如果肠上还有两个狼的话 有可能是九 六号 六号虽然发言没有信息量 但是我觉得 嗯 如果你手上拿到一个比较重要的牌的话 我不认为 你会就是心情相对来说 还比较 是吧 自由 你可能会更沉重的对待这个牌 所以 六 我怀疑的没有九号 所以 我还是 觉得如果我投的话 我会投十号 然后相信警长的判断 相信 警长的判断 妙的 说实 好 过来 这比较慌张的人 从这 行当归票十号 狗哥归队了 是这样子的呀 现在呢 走吧 那这盘实书 感谢VC的火锅 对 就刀谁 然后说什么什么 他觉得可能 走六号 游戏 一号 没办法 因为这局是这样 因为其实也不能 你也不能去怪 他去开枪打死了 打死六号 因为 十号玩家在那位置 已经做了九号玩家的身份 因为十号玩家走的时候 大家认为是狼 那所以刀死猎人 猎人开枪一定不会去带走九号玩家的 这个东西没办法 就是说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后期的时候 狼人这样互打的战术 往往都会 得到便宜的 你不能说这盘一号菜吧 你只能说狼人在这个东西里边 就是在这个局里边 做了一个比较对的选择 就是互打做生分 就该卖还是卖 但是玩狼人杀也不是说所有时候都要去卖自己狼同伴的 你狼人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冲票一起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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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